全国两会来了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看懂两会呢 下面我就用三分钟大白话说给你听 首先啊两会它到底是个什么会呢 简单来说两会啊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今年的人大和政协就是分别在3月5号和4号开幕 到时候呢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就会相居北京共商博士 审议过去一年政府的各项工作干的怎么样 今的一年又该重点干什么怎么干 当然啊代表委员们远道而来可不是空手来的 而是把屡职调研时吸收到的数据问题 形成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再用建议提案的方式给说出来 那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看懂两会呢 其实啊和每个人都切实相关的 拧袋子菜篮子钱袋子以及房子孩子老人 等等这些名声话题啊 装装件件都能在两会上得到回应 你比如说你是今年毕业就要找工作的大学生 面对着预计高达1179万的高校毕业生人数 我想啊你心里面可能挺犯触的 但别担心啊 我建议啊你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找找思路 再比如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 咱们关心的养老政策 也可以在两会上听到许多讨论 比如说如何让老年人看病更方便更便利 如何让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更普遍更冷清 还有就是如何让咱爸妈的晚年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这些啊不仅政府工作报告会有所提及 它其实也是近年来两会的热点议题 还有就是专心搞钱的朋友们 你们更是要在两会的报道中啊 捞干货敲肉眼 像去年底中央进攻的会议提到的 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 还有近年来大热的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技术应用新突破 还有地方两会提出提到的这个词 新制生产力 对于这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底会如何表述 又会有哪些利好政策和支持举措 相信你都不会错落 总而言之 大到经济增长的大数字 小到家家户户的小日子 咱普通人都能在全国两会上 找到和咱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看懂两会 人民网财女留言 将会在全国两会现场 为您揭晓更多的独家内容 赶紧关注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